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我烧中午饭 然后手机给她了 她说妈妈手机里面的手机作业 那我就给了她了 我烧饭 后面手机里面一朝这个账单一看 哇那时候就两千两块钱出去了 一下子 我说不可以玩的 贾女士对儿子进行了教育 并更改了密码 但第二个月充值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次消费的金额是上次的五倍 过去了之后面还编本加厉了 两千一千一千五 刷刷刷 从记录来看 2018年11月 贾女士的儿子在4399游戏 消费了一万零两百块钱 今年的三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这个账号又在腾讯游戏中进行了充值 充值总金额大约六千五百块钱 贾女士的儿子说 她玩了两款游戏 分别是生死狙击和亡者荣耀 贾女士说 自己之前已经多次改过密码 但后来都被儿子知道了 打开手机的这个密码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无意中看到 那你支付的时候 支付密码怎么知道的 也是看到 看到就记下来了 后来你妈有没有改过这个密码 改过 那改过了你又怎么知道 也是看 在这边 感谢观看